老婆 我带兄弟回来家吃饭了 老婆 嫂子好 哦 正好饭好了 你们先坐 我去搬看 就好 就这样 更换星期了 除了我爸很久才过来的 很贵 人家五六十万了 太齐了 哎呀我说 你们家保姆 我还上桌吃饭 忘了先忘了 这不是我们家保姆 这是我朋友 所以 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吧 哈啰 你好的 你的小老板 你妈怎么有老幼儿子 我跟我妈同学 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姐弟俩 还有啊 你妈刚刚说话的什么味儿也 人家我可能 我都让她在那里去旁边吃 是啊 这什么味儿啊 要不你夹点菜 去旁边吃吧 妈 妈 你坐下 成功了 这是咱的家 也是妈的家 我妈在家 行手不能少说吃饭 还有 我妈身上什么味儿也没有 你们要人想起 那就别吃了 这什么菜啊 这什么菜啊 我就是认为 那不是报理做客 一派我们家做的 和牛鱼大鞭带别 就算 那到底是让我来做客 这不让人笑吗 这是你家吗 是来别人家做客的 是来别人家做客的 进门不是问候 凡是挑剔 你有没有礼貌呀 这些菜 就是按照我们一家的口律做 外吃了 就找你 可以了 你怎么说话 其中有何事故意的 原来本性就坏啊 那你可真是交流不深 外国三十多了 还在肯老当作你 我家永不住了星期九年 小学生都很远 有剧白 有活泼的生活 还能让你来一条 你 我看呀 你们就是吃不到葡萄 送葡萄酸 现在呀 不就是拼爹妈的时代吗 我的爸爸呀 比你们家这个老人多好一万倍 我又是有这么个出色的妈 我都嫌丁人 我看啊 你不是觉得很发麻烦 而且值个钱好吧 你怎么 父母没嫌 就没办法给自己 两脚光了是吗 是 我头太确实不是什么父母 但是她从来都没觉得让我丢业 虽然她没让曹东成立富二代 但是她把赚的血泡群 都给了我了 你瞧不上我婆婆 我还看不起你这个祖宠啊 曹东 既然我们没有平均的资本 就少跟这种靠爹吃饭的人来忙 这样的父母头人 不交引吧 送客 看来 我阿 Lew 我又来了 行 我 我 我 欧